最新版四大天王投票结果一出,网友,薛之谦,华晨宇为什么没上榜? 香港四大天王是指20世纪90年代四位最受欢迎的男歌手,分别是张学友、刘德华、郭富城及黎明 1990年代四大天王热潮并不仅局限于香港,四人影响力迅速传播到了中国内地、台湾地区,以及整个东南亚 香港娱乐圈成熟的包装机制、独特的造型方式、发达的娱乐传媒,让所有人都败到在四人的威力之下 四大天王这个炒作概念的成功,使得各自为阵的香港娱乐势力在大方向下团结成为一体,极大增强了香港娱乐产业的竞争力和影响力,以不可想象的速度占领市场 1990年代出,香港出了四大天王,风靡一时,家喻互晓 但对此四大天王的争议也颇多 后来乐界和热爱并懂得音乐的人们,选出了台湾的四大天王,虽然属于民间缝号,依然受到了广泛的认可 他们分别是齐琴、周华健、王杰、童安阁 许多人认为香港的四大天王是娱乐天王,而台湾的四大天王则是音乐天王 这四位台湾天王都曾经轰动于亚洲 直到现在,他们的音乐理念仍然影响着这个时代 他们的音乐在今天这个只有流行,没有音乐的乐坛中,仍然被很多喜爱音乐的人们津津乐道 不过,一般人不敢平心四大天王,但是有一种方式叫做网络投票 既然很难选,就让大家一起投票,这样投票选出来的新四大天王争议会小一点,毕竟是大家货投票出来的 就这样,在经过网友的投票之后,新四大天王横空出世 华语乐坛原以周杰伦,王力宏与罗志祥呈现三强鼎立的局面 但林俊接近两年协助高人气与演唱会票房号召力 与其他三人进身唱片圈新四大天王 周杰伦是新世纪华语乐坛最具隔音性、指标性及影响力的唱作人 融合中西方曲风开创以三鼓三心为标准的中国风 并将R和B曲风提升为主流高度 开启华语乐坛R和B时代与流行中国风的先声 是众往所归的新四大天王之首 王力宏亦是华语乐坛亚洲最具代表性的实力 兼偶像于一身的华语天王 金曲奖历史上最年轻的疯王者 开创华语嘻哈Chinked Out新曲风 为华语流行音乐注入新元素 将其推向全世界 林俊杰是当今华语乐坛的唱作天王 战获第25届台湾金曲奖和第27届台湾金曲奖的最佳博语男歌手奖 拥有全方位创作 演唱实力 是实力派巨星 罗志祥是MTV亚洲大奖最佳台湾艺人得主 更以无与伦比的舞技和舞台爆发力 成为当之无愧的亚洲唱跳天王 更有新亚洲舞王之称 这四个人来继承新四大天王头衔算是名副其实了 不过 毕竟是按照最多投票选出来的 所以还是有一些争议的 有一些网友表示 新四大天王代表新鲜的血液 像张杰跟薛之前这样的新生代演员 才真正配得上新四大天王的称号 对于这次投票 很多张杰跟薛之前粉丝表示都不知道有这个投票 到了结果出来了才知道评选了新四大天王 这不是有黑幕是十分 如果粉丝知道这个投票 新四大天王必定有张杰跟薛之前 如此之外 华宇晨的粉丝也看不下去了 要是新四大的天王 还需要华宇晨这样的新人 花花皮称为音乐鬼才 这是毋庸置疑的 也是众多粉丝和歌坛前辈们一直都肯定的 花花敢于太足别人不太足的领域 这种独立的音乐风格在天籁之战上展现得更为明显 每一首歌 每一唱都给人经验 他拿到西游记的主题曲 云工去音 这是一首没有歌词 只有简单旋律的音乐 他拿回去自己开始作曲 做完之后拿给金牌音乐人正满编曲 然后适合作词 一天时间一首震撼的音乐登场了 谁不曾爱上自由 谁不曾独上高楼 谁不曾为梦放手 谁不曾孤单行走 勇敢大闹天宫 就怕你宁愿流泪望天去 不昂首向前 一曲作罢 人人皆福 而这首歌是他短短一天创作出来的呀 那么完整和震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